大马路边两人当街拉扯互相叫骚 局上一男子一边咆哨一边拿着西瓜刀做事要挥砍 来一男吓得赶紧逃跑 旁边叫车驾驶全程募集也吓了一跳 赶紧把车开走离开现场 双方就在马路上互相叫骂好几分钟 旁边计程车和叫车来来去去 看到有人在马路上挥刀也通通吓得绕路 乘客不敢下车 原来冲突场面发生在新北市板桥车站西侧出口 这个地方除了台铁高铁还有捷运 人潮非常多 两人却在中午12点当街亮刀互呛 原来挥刀的宋姓嫌犯和王姓友人 常常在车站附近出没 当天宋姓男子在玩手机音量太大 朋友要他小声一点 两人就已经产生嫌隙 没过多久王姓友人的另一名朋友来找他 两人聊天聊得太忘我 点燃宋姓男子的怒火 呛下只有你可以吵吗 一言不合就拿出西瓜刀追砍对方 被害人手部被砍伤 7当时拿着西瓜刀从车站的出口人行到 一路追砍到马路边 当时有许多行人正要经过 看到吓了一跳立刻打电话报警 有人大白天拿着西瓜刀攻击 警方火速赶到现场把人带回 53岁送信嫌犯被恐吓罪送办 早判拘役30天 一颗罚金3万元 但在人来人往的车站挥刀 难道不算恐吓公众罪吗 因为是针对特定人 所以不会构成恐吓公众罪 那恐吓公众罪的构成要件是 需要针对不特定人多数人 那进行恐吓的行为才会构成 因为嫌犯当时是针对朋友挥砍 有特定的目标 不是拿着刀在车站出口 做事攻击无辜路人 因此不算是恐吓公众罪 但因为这点小事 就和朋友撕破脸 迟到追砍 这脾气实在太火爆 TVBS玄武极选国瘾 新闻市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